我們手頭上這次有三條方程 然後題目就跟我們說 至少有一個方程是有實數根的 首先講講實數根的definition 大家應該清楚了 就是它的determinant是需要大個或者等於0的 由於這次它沒有講究竟有幾個 或者等不等 所以是大個或者等於0的 但是棘手的地方就是這裡 它說至少有一個方程是有實數根 那就是說其中一個有 另外兩個沒有 都沒有什麼所謂的 那如是者我們會怎樣做呢 遇到這些講到至少的題目 那我們可以嘗試一下 拿這一句statement反轉來看 這一句statement反轉來看 就是說這三條方程都沒有實數根 全部都沒有的 那如是者我們就會找到 關於A的某一個取值範圍 A如果是這個範圍的話 那在這個範圍裡面 這三條方程都沒有實數根的 那但是 只要出了這個範圍的其中一點 例如是這一點的話 那在這個範圍裡面的那些呢 那就符合 其中有一個有實數根 因為如果三個都沒有的話 那理論上這個交叉X的位置呢 就應該是在這個圈裡面的 那在這個圈外面的呢 那就符合這條題目所說 至少有一個方程會有實數根的 那這就是我們今次採取的 逆向思維的想法 那我們一起看看 如果這三條方程都沒有實數根的話 那也就是說 Determinant 1 這塊東西呢 那先寫完先啦 就是B平方-4AC的 那也就是4A的平方 -4AC 3-4AC 那這塊東西呢 由於它沒有實數根啦 我們當它這樣 所以就要少於0的 那然後 Determinant 2又是啦 A-1這塊東西的平方 -4A 平方 對啦 那這就是4AC啦 這塊東西呢 少於0啦 Determinant 3 一樣啦 就是 4A-1這塊東西的平方 減這次4A呢 就是8啦 2A的平方 -1 這塊東西呢 小於0 那由於我們要找三條方程 都沒有實數根的範圍呢 那所以 我們要一下子 符合了這三條方程啦 那所以繼續出來呢 第一條 A的取值範圍呢 就是在-3 over 2 寫好一點的負啊 寫上面啦 -3 over 2 -2 和2分1中間啦 那第二個呢 A呢 要是 它就小過-1啦 那又或者呢 A A 是要大過3分1的 然後 第三條呢 A就需要小於-9 over 8的 那要符合了這三個A的取值範圍呢 那我們就會有出這個A 是需要介乎-3 over 2呢 和-9 over 8的中間的 那所以 由於這個 因為我們之前的前提呢 就是計算三條色 都沒有實數根啦 那既然不是這個Case 那A 自然呢 就是 相反的Case啦 也就是 A 它呢 它呢 就小過-3 over 2 那又或者 而且 A 大過我等於-9 over 8 那在這些Case呢 那這三條方程呢 就肯定會 有一個 實數根啦